拒絕盲目根蟲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教頻道 門徒頻道 現在看到電話非常激烈 現在是非常激烈的 死警察走過來 人踩人MCI來的 知不知道什麼東西叫MCI 你們有沒有人踩人 第一天中了胡椒炮露 有沒有第一天中了胡椒炮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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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媒體 有去網媒嗎 有去網媒嗎 誰當網媒來的 基督教網媒 基督教嗎 強盾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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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盲目根蟲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主持 Howie Ernest Eric Ma Eric Kwok 威尼 歡迎大家來到《門徒公義》的時間 今晚我們這裡很熱鬧 我是Howie 大家好我是Eric Ma 我是Ernest 我是Ernest 我是Eric Kwok 沒錯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最重要是讚好、訂閱、分享和課金 今集我們繼續說回《門徒公義》 2020年的基督教十大新聞候選重禮 我們會繼續介紹其他十一單的候選新聞 以及三個風雲人物候選名單 以及風雲教會或機構的候選名單 事不宜遲 第十一單的候選新聞 香港教會普查顯示教會人數歷史性萎縮 話說由香港教會更新運動製造 五年一度的香港教會普查 在今年五月底公佈 七個人數指標中居然有六項下跌 自有普查以來表現最惡劣 我先講一講 崇拜人數有26.8萬 比2014年跌了12% 匯眾人數有29.2萬 較五年前跌了5.9% 堆港匯友人數有29.9萬 比五年前跌了8.5% 領勝人數有16.5萬 比五年前跌了14.3% 2016年至2018年 每年平均的駐會人數是2430人 比五年前跌了14.7% 比五年前跌了28.6% 2016年至2018年 每年平均駐會人數是2430人 比五年前跌了14.7% 這是唯一有增加的數據 明察匯友會增加 純粹是因為明察不會更新 即使死了的話 但教會都未必會自動將它刪除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相信 全部指標都是下跌 當然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新聞 因為我們幾年前都開始預測 會有這件事情發生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教會離地 甚至是傾向政府 完全不能迎合現在的時代變遷資源 還要背道而遲 那些年輕人 甚至中年人 不走就真的有鬼了 說真的 那這個會不會逆轉呢? 其實是不會逆轉的 我想說 你看看 就算現在出了這個指標之後 見不見教會是想去改變這個態度 沒有 你是見不到的 沒有 兼且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現在這個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後 我就算當有些教會真的想改 即是藍變黃 你也不敢去做 大佬 你看看好龍社北區教會 會不會下一個到我 即是如果你做教會 就讀方熱線 是啊 那你怎敢在港台 說些什麼 什麼支持抗爭 什麼香港人加油 你怎敢說這些 加油 你可以這麼說 說加油 你怕大家會被人暴存抓 即是教會就算想轉身 也不可能 只能用一個好保守性去守 但是你是沒辦法的 一定是沒辦法搜到的 整件事 那現在那個肺炎的疫情 令到人不回教會 是否一個影響 都是一個影響來的 其實就是打破了一種慣性 其實就是 等於以前TVB 就是有所謂慣性修士 那樣東西 但是現在都打破了 未必要回教會實體崇拜 上網也可以 如果你上網也可以的時候 你不只是可以看自己的教會崇拜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發起攬炒這件事呢? 因為這個趨勢真的沒有辦法改變的 那你只能夠送著那個趨勢去做事 那怎樣送著那個趨勢去做事呢? 就乘機去提出我們的訴求 就是說 教會不可以再繼續多行不義了 否則我們連你搞的什麼報道會等等 我們都去杯葛 令到你死得這麼快 而這件事其實我們搞不搞呢? 教會都一定會去埋響那個衰微的 我們再拆多一刀的時候 他就會死得更快 所以其實順勢而行 有時候就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我都覺得要去投票 去支持成為今年的基督教十大新聞 第十二單的候選新聞 影音士團中秋音樂會 這個教目的造型就相當驚嚇了 話說這個中秋節 香港福音聖會 以立基金 華福中心 香港區委員會 影音士團 創世電視 然後聯合舉辦 這個 分分鐘需要你 中秋 online 音樂分享會 找來一班 著名的藍絲教務 聲音樂 用古裝的造型 就示人 都挺驚嚇 有這個牧師 扮皇帝 真是拿利命 這個 何羅乃圈斯姆 即是他老婆 然後 吳中文牧師 這個 梁煙成 林爾諾 陳歐陽貴婚 這個最驚嚇 葉家寶 扮演 聲稱 希望藉著這個中秋節 月圓之時 就被天下萬民看到月光的時候 能夠祈禱祝福到身邊的人 將這個各種人生的問題 各種的憂慮交給上帝 但是宣傳開播一出 由於這個古裝的造型 太過驚嚇了 有這個信徒就在那裡 恥笑 哇 為什麼中秋節搞到Halloween 驚嚇 尤其是這個陳歐陽貴婚的造型 簡直是 假裝女生 假裝女生 嚇死人 這件事的意義 其實就是沒有任何意義 純粹是好笑的 純粹是搞笑的 我真的想不到這件事有什麼意義在 而我真的不知道究竟誰想這條計劃出來 真的 真的 大哥你假裝call over 麻煩你找回那些年輕人 年輕女 好像新光戲院那些 做大戲那些 每個人都幾十歲的 或是退休 或是快退休 你叫我們假裝上俄 假裝公女 搞什麼啊大哥 整件事是不行的 真是 一班Zombie 下年 阿比這條計劃影響事團 搞個分分鐘需要你這個 哈佬衛這個音樂分享會 更遲些 現在是分分鐘嚇死你 大哥 真是 所以 如果大家覺得 這件如果 都是這麼重要的新聞 那就投票吧 第十三單候選新聞 浸信會聯會改選 羅慶財會長的團隊大獲全勝 我們首先看一看這一段影片 即使五月四的時候 都是有 即那個所謂抗爭未完 只不過因為那個疫症 所以大家才不出街 那今次就 自己選擇的了 真是 可以這麼說的 即是 今次就是 即 除了我 還有其他人都覺得 即我們應該是 叫做 即是爭取 即現在我們 即聯會的所謂路線 是可以延續下去的 即是 比較 比較積極地參與社會 這種路線 是可以延續到的 所以我們 今次是 其實比較積極地去參與 對上一次 即19年那次 基本上是 即是沒有什麼勤選 大部份都是 即是照表選 聯會獎 都是 其實 因為一向都 競爭沒有這麼激烈的 是有競爭 不過就不是這樣認識的競爭 因為一向聯會 這個常務的選舉 都在聯會裡面進行 事先是知道有哪些人參選 但是 沒有人去拉票 沒有人去做什麼宣傳 最多在 就是在聯會選前 例如會長 有兩位候選人 大家出來說三分鐘 就是這樣 就認真去投票 其實就是這樣認識的所謂的競爭 也好過一個參選人 就是這樣的競爭 但是 今次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看到 就是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看到 那 就是我自己就 就是沒有想到 那個的 就是競爭是會這樣 或者競爭是會這樣 或者競爭是會這樣 出現 我就沒有想到 這宗新聞 就是講這個 浸信會聯會的常務董事換屆選舉 今年5月1日 現任的浸聯會會長 羅慶財穆斯團隊 爆冷擊敗了 有貼票支持 趁建制的朱活平團隊 羅慶斯率領的六人團隊 全部當選 這次選舉 可以說是令到 基督教界很開心 給外界視為 就是肯定羅慶財穆斯 過去一年 在這個 反送中修訂條例上的表現 以及他的工作 這宗真是令基督教開心的新聞 剛才我們播了一段片 就是羅慶財穆斯 當成功連任之後 就接受我們門徒媒體的專訪 以及分享他這次 這個順利連任的感受 這件事我覺得 都是在今年重要的新聞 這個意義就是 都是發揮了送途的影響力 以及這件事 都有我們門徒媒體的參與 因為真的 本身 你看回朱活平那邊 其實他事先因為 有些大教會的支持 在浸聯的體系裡面 大教會人數會更多 他們可以投票自然會更多 但是更更更更 所以其實他們事前也有幾百票 都起碼已經 你看回投票結果 而且你記住 五月的時候 然後說的是整個肺炎疫情 最厲害的時間 也會預計 應該少了人會出來投票 其實 連羅慕斯 事先都覺得是五十五十 其實低於五十 因為他們真的不太懂得做宣傳這件事 純粹是因為我 知道了這個消息之後 就動用了我本身成立這個 浸送人公訓聯盟的網絡 以及放門徒媒體的網絡 在這方面幫他去吹票 做這個宣傳 令到大家知道 咦 其實是落後感 有這個落選的危機 所以那天早上 說的是有些有投票權的教會的送途 都特意走到現場那裡投票 令到這個投票數才能夠反超前 令到羅慕斯的團隊可以大獲全勝 所以其實在這方面 我們叫做發揮了一個影響力在這裏 所以這個是重要的 就是一個重要的事件來的 所以我也呼籲大家投票 令到這件事能夠入選到今年的十大新聞 第十四單候選新聞 新福臺的節目嘉賓 狂踩特朗普引起送途的批評 這個真的很嚴重 話說在美國總統大選的前夕 即是十月二十七號 聲稱是反送中產物的黃絲 新福臺節目 請了幾位美國和香港的學者 講選舉 但講選舉還講選舉 就講了很多失實的陳述 結果怎樣呢 被大量信徒投訴 洗版式狂鬧 話說在美國 德州南衛里大學 帕堅斯神學院 的新約教授 溫斯卡 這個人 就抵毀特朗普總統 說他無能 抹黑他是獨裁者 說他控制了共和黨 破壞了民主和共和黨 兩黨的互相制衡 甚至乎說他將美國 變成自己的皇國 要做皇帝 還說他日日只懂得看電視 玩Twitter 沒有任何外交的政策 這件事他更加壞 盲擦民主黨的候選人拜登 還說電腦門的醜聞 即是拜登的兒子 亨特拜登的醜聞 作出來的 接著 鎮大宗教及哲學系 助理教授陳成斌博士 抹黑特朗普的支持者 就說他們批評拜登 民主黨就是抹黑 妖魔化 還說到接近大公報 或者文匯報的水平 即是將兩樣東西 就相提並論這樣 這宗新聞 最大的意義 就是與美國總統選舉有關 在今次21宗的候選新聞裏面 是唯一這一宗 是與美國總統選舉有關的 即是你見到今次的候選新聞 都與今年發生的大事 其實是有關的 即是 例如 上年爆發一些反政府抗爭 港區國安法國通過 肺炎 安心促行 等等 這些事件 其實都是影響到基督教的 所以也有些候選新聞 能夠賴到哪裡 但唯獨美國總統選舉 其實一定是一件大事 肯定是一件大事 雖然是美國發生 但當然是影響到整個世界以致 香港的重情 但我真的找不到一件事 叫做有關系 唯獨這件事叫做 所以都將它放在候選新聞裏面 如果大家覺得 這件事也是一件大的事件 值得放在十大裏面 那就投票吧 25 單候選新聞 九大中派人團體 刊登這個報章廣告 反對港區國安法 中國人大常委會理開會 審議和通過港區國安法 八個中派人和一個信徒群體 就由五月起 開始發動往上聯署聲明 包括一群浸信會人 一群聖功會人 一群報道會人 一群神召會人 一群宣道會人 一群巡道衛利人 一群中華基督教會人 一群信義人 及榮光敬拜事功的 超過七千人聯署 這九個群體就在6月27日 聯合在《蘋果日報》 刊登全版廣告 題為一群來自不同中派的基督徒 強烈反對訂立港區國安法 這是有史以來 中派人在主流報章刊登廣告 表達訴求的歷史創舉 小弟都是震信人公義聯盟發起者 亦是今次有份刊登聯署廣告 其中一個團體的代表 其實我自從2016年開始 都不斷發起聯署 即是由人大釋法事件開始 五年以來 大謊說 就算沒有一百 都搞過幾十個聯署 當然有些人會說 有什麼用 簽個名 表個態 但我覺得 在今時今日 尤其是 《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後 你還做這些表態 其實現在是越來越艱難 所以堅持 即是一種堅持 假如有一天 香港連搞聯署都不敢的時候 這個已經 真是玩完了 即是一句說完 真是 在這個《港登報章廣告》 我覺得都是一個團結的表現 因為很少有機會 我們中派人會一起去做這些實際《港登廣告》的事情 都是一個表態 而且最重要的是 表達了一件事 就是 教會是不會發聲的 即是搞這麼多年聯署 為什麼我們會搞聯署呢 你要想清楚 就是因為教會不發聲 如果教會發聲 做完姿態去表態的時候 我們做送徒 我們做評送徒 我們做會友 就不用搞這麼多事情 每次搞這些事情 就十會被人批評 有些人就會搞事 又會說 你又不是教會 他們為什麼要拿教會 什麼浸送人的名字 這些當然是廢話 但是就越來越多這些聲音 或者壓力在這裡 包括最近那次 我和幾個中派人一起搞這個 撐好龍社教會的聯署 都是有這些事情發生 但是我會鼓勵 而一個在這方面的先驅 會鼓勵大家 就是盡量勇敢些去發聲 因為現在是越來越難 就更加需要去把好這個關口 所以我也希望 大家真的能夠去投票 去讓這件事入選 今年的基督教十大新聞 第十六單候選新聞 梁英成在節目 否定這個武漢肺炎 是來自中國的播竟然 好 我們首先聽聽他電台節目 那段錄音 先 不斷用Chinese virus這個字 就引起很多的爭論 因為這個virus 是不是真的中國開始 就是說中國最早公佈 發現這種的病毒 但是是不是之前有其他的根源 那些零號病人是誰 其實就是很多的爭拗 就沒有必然的定論 但是如果他一定要放去 說是中國的 就會造成某一種的 此地無人三百兩的感覺 就是說不關他事 但是現在他自己都收回了 就是說他都不再用這些名詞 特別還找鳳凰衛視的記者 提到 就是說 我和習近平很老友 鳳凰衛視不是問其他問題 他經常回答 我和習近平很老友 就好像顧左右而言他 但是呢 總統其實無需特別說這些 而且他將原本 這個病毒 原文就特別改成 Chinese virus 故意將這些東西 歸去中國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等等都是一些 很多讓我們看 很多是沒有定論之前 科學還沒定完之前 所以就不要太快跳去某些結論 袁國勇已經是一頭灰 這個新聞呢 就是講今年3月26日 梁彥誠 在美國加州的星島中文電台的節目 時事觀察裏面 批評香港大學傳染病及微生物教授 袁國勇堅 堅持用武漢肺炎一詞 是缺乏科學客觀性 他聲稱武漢只是病毒最早公佈案例的地方 未必是法源地 又同時批評美國總統Donald Trump 說他急忙稱這個新冠狀病毒為中國病毒 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將一件單純公共衛生的事件政治化 是和袁國勇教授一樣 兩者都是在科學未定論之前 就發表主觀評論 節目最後呢 梁彥誠就是假猩猩的總結 各方面應該放下政治鬥爭 攜手抗疫 在教學裡面有幾個人其實是非常之刻忍真的 梁彥誠就肯定是其中一個 絕對是其中一個 還有你聽他所說的話 是非常之跟緊這個 就是中共的主旋律 就是你見他無論如何用這個肺炎 怎樣來 或者病毒 就是疫情 究竟怎樣去攻擊美國 這些東西呢 其實完全是跟足了中共的主旋律 就是你與其說他是一個學者 說他是一個教徒 不如說他是中共的打手 或者專門製造這些所謂的大外宣 就是還來得鐵刺這樣 但是問題就是在香港教會 他依然有不少的支持者 其中一個 最值得去提的是 就是報道會 因為報道會 尤其是港福堂那些 港福堂 經常會邀請梁彥誠 去做港元 或者做報道會的港者 所以我們就快起這個 就是教會攬炒的行動 就是會抵制一些教會 有梁彥誠出現的 教會的報道會也好 或者是主日崇拜也好 就是我們都一定會抵制的 不僅是說抵制他這間教會這麼簡單 也就是要抵制梁彥誠 令到香港的教會要知道這件事情 你敢再請這樣的彈省 去做港元 給他機會給港台上去的時候 我不管他說什麼 我們都會去抵制這間教會 就是我想我們在2021年 要更加清楚表達這個訊息出來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這一宗 都是值得入選 今年度的基督教十大新聞 就請投票了 第17宗候選新聞 武漢肺炎 導致香港的教會 停止這個實體崇拜 武漢肺炎 今年開始已經在本港社區爆發了 現在陸陸續續地 有不同的堂會會眾確診 起初教育是有爭議 是不是應該停止了實體崇拜 隨著政府宣佈限聚令 教會亦都全面停止實體崇拜 改造網上崇拜 10月初政府一度放寬限聚令 教會可以有限度地恢復實體崇拜 但第四波疫情現在爆發著 今個月開始 教會再度停止實體崇拜 這件事有兩個意義在這裏 第一就是 我們其實門徒市公在2月初公開呼籲 剛剛有肺炎感染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呼籲 香港的教會要應該 徹底去暫停所有的實體聚會 包括這個崇拜在內 因為這個其實我是看回03年沙士 我覺得如果你不敢做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當時也有些教會是不肯去做這件事的 又說那些什麼 聖經所說的不可停止聚會 然後就說 如果你網上做的時候 那怎麼性差呢 網上性差呢 難道有些是這樣說的 是到後來真的爆得太厲害了 而且政府就限聚令 沒辦法 大家都停了去 我想說什麼呢 其實香港教會真是糟糕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認真 說聖經這件事不行 不可停止聚會 總之就不可以停止實體崇拜 你真的做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反而寫個復字在這裡 我就會寫個復字在這裡 但不是的 原來政府說一聲 說要停 那你就立刻停 政府說你可以開回 你又可以開回 我不會看得起這些這樣的教會 他們說就兇狠 但實際上 咦 掌權者 怎樣呢 羅馬書 要崇復 真的跪下 那你叫我怎麼尊重這些教會呢 如果你真的堅持 說到聖經這麼大的時候 那你自己 原來真的說一套 做一套 這是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就是說 其實現在有了網上崇拜 甚至網上性差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其實我也覺得2021年 就不可能會停的了 繼續都會有些限聚的安排在這裡 但就算我假設整個日程 不知道為什麼明天就突然完結 這個網上崇拜 都會繼續進行 為什麼呢 因為它已經成為了一個趨勢 已經有人會習慣了這件事情 而我是覺得這件事情是好的 為什麼呢 它打破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令到一些宋徒不需要回教會 其實為什麼那些宋徒會回教會呢 是不是因為那場道精彩好聽呢 就絕對不是的 香港十個牧者 有九個是不會講道的 即是講道你會睡覺為止 我以為是一個關係而已 回去見人而已 或者完了之後要開會 或者什麼要去吃飯等等 但是如果你能夠把這些東西全部都清除了的時候 對於我們門徒一直的濃縮 就是說要認清楚教會那種專制 或者洗腦式的教導 其實是有幫助的 因為幫助到基督徒 不需要回到教會 令到他們純粹去構改網絡的時候 比較容易清醒去聽這場道 或者去比較 他們也會同時聽其他道 我覺得在一個大趨勢來說 是好的 就是我們推動宋徒要去清醒這件事是好的 其實這件事肯定是香港今年重要的新聞來的 說真的 那大家投票吧 第十九單候選新聞 郭文慈院長在今屆港九陪寧言經會的港度 就引起很多爭議 首先我們看看這段片 第二方面 這是 螢幕前面的特影子妹 就是 有沒有已經離開了傳道工委的 本來的傳道人 有沒有李強衛的傳道人 有沒有本來在教會裡面 或者一些領袖呢 有沒有本來在教會非常熱心服侍的職業呢 但因為一些事情 可能是自己的軟弱 可能是教會的一些不對的地方 可能是教會不對的地方 上帝 給你在教會服侍這個榮 在教會能夠服侍的這個榮耀的職業 你願意悔改給你的託福呢 你願意 特別是為全道崗位的牧者們 特別是離開了傳道崗位的 以回去 繼續服侍上帝嗎 你願意上帝嗎 港九陪寧言經會 今年就來到九十二屆 就在今年的八月一號至十號舉行 全程就做網上直播 今屆的晚堂奮聽會 就由這個波道神學院的院長 郭文慈牧師擔任港元 十萬港道就出現了很多句爭議性的言論 例如第一晚 我愛耶穌 但我不愛教會 這事在聖經完全找不到的真理 呼喚信徒放下怒氣 返回教會 第三晚 在過去的社會運動中 你有否得罪上帝 得罪弟兄呢 第四晚 引用南非總統曼德拉的故事 勸勉信徒要告別仇恨 不要以惡報惡 要寬恕敵人 用和平手段達致理想 第五晚 大談多年前的成功置業扣堂見證 認為這個是榮耀的見證 祈禱時要求離開事奉崗位的人 重回曾經參與事奉的崗位 包括基於自身軟弱的緣故 或者教會結構性的問題等等 第六晚 狠批教內提倡黃色神樂圈 絕對不是聖經的教導 因為不合一 第七晚 基督徒不可以粗言為語 聖經沒有提及批判的因此 不能成為基督徒怒漢 第十晚 最離譜了 引用非洲國家烏干達為例子 稱讚當地基督徒 懇切祈禱之下 基督徒人口大增 愛知病感染率大跌 總統由基督徒擔任 不過 烏干達本來就是一個 以基督徒為主的國家 愛知病感染惡化 正正就是發生在基督徒總統 穆塞偉尼上任之後 而且他是一位 迫百姓小眾 和異見人士的獨裁者 來的 這宗新聞有幾個疑義在這裏 第一 彰顯到網上直播的威力在哪裏 其實每一屆的港九培尼現經會 都是有問題的 你看港元名單 就算你不需要去聽作十萬人 你都知道的 但為什麼今年會特別多事 以及引起的討論這麼多呢 第一就是全城真的網上直播 我想說 變成那些不會去的人 是肯定很多人不會去的 但看這個網上直播的 他們都會 一看就知道 這樣說法是會出事的 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就是因為有我們門徒媒體在這裏 因為八月的時候 其實那段時間叫做靜 就是教裡面叫做靜 而我們很集中去聚焦報道這件事情 我們捕捉人馬 是每晚都去聽回他講的港道 還有有什麼問題 就立刻做報道 還要是整個月做節目 這樣 這是將顯得到我們門徒媒體 今時今日 在教內的影響力 就是只要有一個好的素材在手 而我們真的很集中去做的時候 我們是有那個能力 將這件事情成為一個教內的焦點 就是這次這個就是令到我們 就是叫做一個代表作 今年其中一個的代表作 這樣也會在 而最後呢 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經常想 假如我以後 要搞一個個人的節目 叫什麼名字好 這次郭文遲給了我一個啟定 什麼啟定 我已經想好 基督徒老漢 所以呢 這樣說 有時候也要感謝他們 例如我們現在的節目 叫做激眾派 激眾改革派 這個就是以前見到的 梁家龍院長去贈送給我們的 現在又贈送了一個稱號給我們 基督徒老漢 有時候也要感謝他們 那耶穌也經常罵人 耶穌是不是基督徒老漢 他在說我 不是說耶穌 我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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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這件 都是今年重要的新聞 記得投票 支持郭文遲牧師 第20宗候選新聞 政府安心促行的數碼監控名單 竟然包括崇拜場所 食衛局就在今年11月26日開始 就強制所有食市和指定的處所 必須申請安心促行的二維碼標籤 就要在場內當眼處張貼 有資料就指這個程式 就是一間中資企業的旗下子公司開發 程式可以怎樣呢 讀取更改或者刪除市民手機裡面的檔案 檢查他的網絡連線 以及傳取所有網絡的權限 所以大家都非常之擔心 這個政府會藉著這個安心出行的程式 去實施數碼監控 還有 另一樣東西 原來這個場所的特別 就是包括崇拜場所 基督教協會就證實 原來政府曾經接觸過他們 要求通知會員教會 港府就會推出有關計劃 我們就發現了 原來有兩間教會已經申請了安心出行 包括聖公會聖三一座堂 以及西九浸信會 因為現在的限聖 教會也停止了崇拜 所以你既然申請了安心出行的教會 表面上是不多的 但我相信如果限聖放寬 即是再有實體崇拜 會安裝二維碼的教會 就不止兩間這麼少 一定是這樣的 那這宗新聞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又顯示香港教會又再一次跪低 大哥 這個階段是自願 是自願的 崇拜場所不是強制的 食肆就強制 崇拜場所不是強制的 但竟然也有教會是自願安裝 是這樣的 即是自願做無財 簡單來說 沒錯 還有那件事 其實是說 你實施了一個星期之後 就已經停止了所有的實體崇拜 那實際上這麼急呢 即是它差不多立即公佈 就立即去申請 整件事也是 因為今個月頭發生的 所以你也看到 其實香港教會所謂墮落 沉淪的出道 其實快到你不會相信 還有 未來有沒有教會敢再去查啟示錄呢 即是啟示錄講到那個壽印的記 夠不夠膽再去查這段傾文呢 喂 大哥 這個安心出行 你去查這段傾文的時候 很容易會聯想到的 教會會不會從此不敢去查啟示錄那段 壽印的傾文呢 真是很難說了 那大家如果覺得這宗也是 今年重要的新聞 就請投票了 好 第二十一單也是最後一單的候選新聞 門徒媒體遭到Facebook的封鎖打壓 上個星期二 門徒媒體的Facebook專頁的所有管理員編輯 突然間在沒有警告和先兆之下 就被Facebook同一時間封鎖了所有的帳戶 令到這個專頁無法操作 因為所有管理員都被人刪除了Facebook 一夜之間封鎖了 還有這個小心駕駛 討論別人 人駕駛態度的區又沒有了 這個更離譜 天下貓貓一養貓 我擺明說動物 應該和政治沒有關係 有封鎖 沙田之友 和藝人與文安的專頁都被封鎖了 第二十一宗候選新聞 就是我們現在遭到Facebook封鎖打壓 你試想想一下 一個基督教的媒體 他很明顯因為現在 好龍社的報導 他為他們發聲 希望大眾得到這個真相 於是就被面書非常無禮 和粗暴地封鎖打壓 其實這件絕對是教內基督教一件大事 而我憤怒的地方 就是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是沒有得到他應該的重視 這件事跟我上集解釋過 因為我們素來負責去揭露很多不同的教會 或者一些叫教人物 所謂黑幕 一些負面的地方 既然你得罪了這麼多人的時候 當你有時的時候 別人不願意為你發聲 這樣就正常的 那只是顯得出 你們做的事是成功 很成功感得罪了全世界人 但是重要 你想一下 就算不是門徒媒體 你想像一下 這是信仰百川 這是時代論壇 或者它是其他基督教的傳媒 這樣被打壓的時候 是應該要發聲的 無論你對於門徒媒體什麼立場 你喜歡它是好 你不喜歡它是好 你是應該為這件事發聲 因為你今天不發聲的時候 可能下一個就是到你 唇亡齒寒 等於今天你不為好龍舍發聲的時候 下一間教會 可能到你這間教會 就是這麼簡單 這件事 但是我看到 今次香港基督教是做不到這件事 包括那些號稱自己是黃絲 或者那些很重視民主 很重視新聞自由 很重視言論自由 他們通通都不會去做 原來當不是你的朋友 不是你的朋友的時候 然後他死他死 即是今次就讓我看到 香港基督教就是這樣的模樣 這麼醜陋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重視這件事 我會看今次的投票結果 我會看看究竟 我們的讀者 或者我們的聽眾 是不是真的重視這件事 還是說 你們過去幾年 只不過是純粹吃花生 聽一下這些節目 原來我們出事的時候 你們是不會出半句聲聲聲援的 甚至在你們的心目當中 如果這件事進不了 今年的十大新聞的時候 我跟你說 我下年會調整整個我編載的方針 因為這樣就證明 我過去五年做的事都是失敗 在你們的心目當中 原來門徒媒體受打壓 竟然是不值得入十大新聞 這件事 我想我過去五年真的失敗了 我需要調整整個編載的方針 好了 今天介紹年二十一單的候選新聞之後 我們以下就會介紹三個候選的風雲教會 或者機構 好了 今天就講講這三間候選的風雲教會 或者機構 第一個 好倫舍北區教會 他是由陳凱興傳到創立的 他除了這個聚會的教會之外 也有守護孩子義工隊 上年一直活躍在抗爭的現場 今年成為這個風雲教會 或者機構 是因為這個教會 在這個月初被政府打壓 凍結他的銀行戶口 指控他洗黑錢 又通出已經離港的陳凱興夫婦 第二單 中國神學研究院 中國神學研究院 今年可以成為這個風雲教會和機構 是因為擔任教育局常務秘書長的董事 李美常 他在十月初 將九龍堂酸道小學一名教師釘牌 打壓這個教學自主 在這個信徒不斷施壓之下 李美常辭任董事 第三間風雲教會 或者機構的候選 就是這個波道會同覆堂 中國基督教波道會 是出名的親建制堂會 今年成為這個候選的風雲教會 或者機構 是因為發生了少年部的導師和組長總辭的事件 抗議堂會領導層 反對信徒示威和表態 種種發表支持政府的言行 事後 又不斷抹黑和批評這班總辭的導師和組長 沒錯 這個就是今年候選風雲教會或者機構 其實這個獎項 沒有說一定是正面或者是負面的 不過通常 所謂的好事不出門 就是惡事就傳遷你 所以通常來說 都是一些比較負面的 你會見是 唯獨你看到 好龍社北區教會 叫做 有一點點不同 那個性質 因為他不是因為做壞事 所以被迫害 他是因為做好事 受迫害 就是這樣 還有我現在看到這三個入選的名單 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在 就是他們入選的原因 其實都是跟現在香港社會 那種反抗 或者受打壓 這個低政治氣壓 有關的 例如好龍社北區教會 就很明顯 因為上年的反送中 他們有守護孩子 或者做好多事情去支援前線 所以他們因為這樣受打壓 這樣 而忠誠的 就是因為他們那個李美常 竟然打壓了學校的老師 所以他就被人 迫他要去辭職 而同覆堂的 就因為那些少年部導師 或者組長 覺得 不是我們教會現在不讓我們說話 但是又不斷在拆鞋 所以他就不滿 於是就用總辭 這個方式去表達那種的反對 就是你見到其實這幾個入選的名單 背後那個的原因 其實都反映到現在 香港那個的情況在這裡 跟著介紹一下 今年三個的候選風雲人物 第一個風雲人物就是 郭文慈院長 郭文慈除了是 波道神學院院長之外 同時 他也是波道會總會主席來的 今年 為何會成為候選風雲人物呢 因為他在這麼多晚 港九培寧現經會的信息是非常之離地的 還有他曾經是支持宣稱快必的基督路小教會 是異端的言論 第一個 第二個 陳惠安教授 大家知道 陳惠安是劉堂的創辦人 同時 他也是教內著名的KOL 今年成為一個候選風雲人物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他在Facebook出事 不斷發表多篇極具爭議的鐵文 剛才提過 就是 反對開香檳 寬容論 教會是非正 批評教會的好歐要做實事 還有 周梓樂無端端死了 這樣的言論 是促使他成為信徒批評的目標 所以 也會成為一個風雲人物 第三個 當然要提的是 簡家瑤 簡家瑤 他就是宣導會聯會的主席 簡耀堂牧師的兒子 剛才一單的候選新聞都說過 他是建道神學院的神學生來的 今年成為候選風雲的人物 為什麼 因為 原來他就是 推一下反送中基督教死亡靈 即是 推一下 上年反送中的教目 一個推一下事件的真空 介紹完三個候選風雲人物 其實都是分別代表了香港今年基督教不同的生態 有些是很離地 就像郭文慈院長 有些是很黑人真 正所謂口是心非 就像陳偉安 有些是整個新聞事件的主角 就像簡家瑤一樣 其實簡家瑤是代表了整個宣導聯會 為什麼今時今日他叫做武士 不需要走出來交代 不需要負任何刑責 就因為他父親是宣導聯會的主席 整個聯會是幫他蓋下降溫這件事 所以其實他是代表了整個聯會 我覺得在這個事件裏面 也是一個嬌教的黑幕 這件事是不能夠讓他平息 大家可以選擇一下 究竟哪一個是今年度的 2020年的嬌教昏雲人物 一連兩集的重禮終於完成了 明晚整個投票就會結束 大家記住要去投票 可以上回我們的網站 投下你心目當中的一票 我們下個星期一的節目 就會公佈這個結果 門徒公義的基督教十大新聞 風雲人物以及風雲教會或者機構 也會同時在我們的網站公佈 大家真的要留意 真的要收聽 到時候 今晚我們的節目就到此為止了 最後也有些呼籲的 呼籲的 我們就預祝大家 2021年新年的來臨 預祝大家新年進步 還有身體健康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百毒不侵 是的 沒錯 我們有個祈禱結束 我們一起祈禱 出去了天府 感謝給我們 在年中的時候都可以回顧今年發生了什麼事 雖然好像回顧的時候 一些不好的事都比較多 我們正處於一個很艱難的時期 就加添我們的信心 加添我們的力量 都知道在這個艱難的時期裏面 連我們人的辦法 可能都用盡的時候 我們就回顧要一望 神你自己 還有都感謝神力 讓我們經歷這個艱難的時候 讓我們更加認清 哪些人或者 哪些理論的基礎 才是我們真正信仰的基礎 而不是 令到我們再 這個好像以往那樣 盲信一些的 著名的牧師 就以為是真理 求主要讓我們 認清 在這個時代裏面 什麼才是真理 我們要在這個時代裏面 做些什麼 去見證你自己 我們其他 仰望奉主要是雙明之其靠 阿門 請大家繼續支持 門徒媒體 透過 Payme PayPal 轉數快 或者 百特通銀包 課金給我們